大批旅客拉着行李在码头排队等待上船 而海巡队员相当忙碌 替排队准备上船的旅客一一查验身份 看看这人龙根本找不到镜头 228连假第一天全台再度涌现出游人潮 屏东东港码头就出现了像这样的夸张旅客量 民众席家带卷准备到小琉球度假旅游 来到船上部分游客根本没位置坐 只能站着搭船 疫情关系无法出国 国旅从去年夯到2021 小琉球的订防数量达到将近九成 几乎已经是爆满的状态 27号连假第一天东港码头被挤得水泄不通 船班更是斑斑爆满 来到小琉球才一大早出租的机车几乎被抢光 看得出来旅客真的大爆炸 预计也为小琉球带来不少观光财 再来到同样很夯的东台湾 龟山岛将在3月1号开放 特地在27号举办浸滩活动 适应360个人报名抢先来登岛 龟山岛也是我们遗兰的一个区域 然后可以照顾大地 然后不会因为热水被挖 开放登岛第一天正逢廉价期间 名额早已被秒杀 还没能等到出国旅游解禁 离岛持续热门 游客享受未出国的感觉 三选的朱敬权黄归 郭颖屏东宜兰报道 三选的朱敬权